佛身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闻 闻这 闻名信手也 闻这个意思 喊得很深 喊得很广 听了之后相信 听了之后能够理解 能够奉行 这叫闻 信手 是入门 学佛入门的开始 同时 也是学佛了真正的圆满 开始就是圆满 圆满 在开始当中 于是 我们就能体会到 如果过去身中 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应允 这很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自己 最重要的 不能看清自己 认为自己是粗学 学佛固然要谦虚 这个地方不能谦虚 这个地方啊 要直下 成当 佛在经上 这样说 不识一尊福说 几乎所有的福都这么说 我们要能相信啊 你再细细看一看 我们的周边 有多少人 香港这个地区有多少人 中国有多少人 世界有多少人 这些人当中 有几个人 学佛 学佛的人很多啊 有几个人是真学 什么叫真学呢 居足 信 受 奉行 那叫真学 这四个字不居足 不叫真学 这一生也算不错 有缘 遇到佛法 但是对于什么是佛呢 并不了解 看到佛像 也听人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有好感 听了还喜欢 没书 或者听了厌烦 的迷信 通通都是 与佛 有缘之人 什么时候得多 什么时候成就 那个人的缘分 不一样 我们可以肯定 文化 欢喜的人 先得多 文化不喜欢的人 厚得多 这个可以 肯定的 说明 说明文化 欢喜的人 他对善根 比那个不欢喜的人 要厚 也就是过去生 也就是过去生 学习的时间很长 这一世 又遇到了 很容易 道理在此地 所以我们要珍惜 明亮之后 非常珍惜这一身的缘分 为什么呢 自己心里有素 这个缘分 不是生生世世 都有得到的 世界太大了 不要说别的 光说这个地球 地球上多少城市 多少乡镇 多少有人聚会的地方 那么这些地方 说有几个地方有复发 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了 侯宽 并发界 续空界